大家好 我是你们老朋友喵哥 由于这段时间天气短暖了 我把我的空调滤行换了一下 为了抽个单损个孕分 我就深刻把我的空气滤行买了 估计空气滤行也不太行了 今天我们就教大家把空气滤行 自己把它换一下 在买空气滤行的时候喵哥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以前做过一期的节目就对比测试 那种9块9包油的空气滤行 和那种4050块钱的品牌滤行 它们之间到底有多大差别 在以前那期视频里面 其实我们这种好的滤行 它的阻力会比较适中 那种差点的滤行 它可能过滤效果没那么好 或者它的阻力会比较大 所以喵哥建议大家买品牌的 然后这一次呢 这个品牌马乐我是没有用过 以前一直用的博士的 然后这一次看它搞活动还比较便宜 39块9 打完折之后到手应该是36块钱吧 我就买了一个回来试了一下 现在我们就把它去换一下 好了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空气滤行再换一换 空调滤行呢 是管我们车内空气质量的 然后这个空气滤行管的是这个 发动机里面探位燃烧的空气质量 一般情况下空气滤行 大家可以做到1万公里一换 如果你这个地方空气质量特别好的话 延长一点没关系 如果空气质量差的话 那就要这个提前换 当然这个换不换其实也挺简单 猜出来看一下 现在喵哥就给大家把这个空气滤行猜出来 猜空气滤行呢 现在我们要把引擎盖先打开啊 先开引擎盖 大家看一下现在这种不带液压感的引擎盖 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这个地方一定要找到 像这个引擎盖上面 有些地方会有明确的标志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顶进去 千万不要顶错位置了 有些大众的车 这里好几个孔 如果顶错位置了 没顶紧 如果你在这个操作过程上掉下来了 他有可能这个把人给打死啊 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个新手朋友呢 还找不到这个空气滤行在什么地方 这个也比较简单 一般情况下 空气滤行呢 会布局在这个发动机的一侧 但是我见过很多车子 基本上是在这个驾驶位这一侧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黑色的一个箱子 大家可以看到找到这里面黑色 当然有些车子有两个箱子啊 一个大型的箱子是空气滤行 一个小型的箱子呢 可能是保险适合 所以不要找错了 然后呢 然后呢从箱子这个地方出来之后 连着一根粗的管子 一根进气管 连到你的这个发动机的机体上面 大家看到发动机很好找啦 发动机这个就里面最大的那坨铁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空气滤行了 然后这个在空气滤行这个盖子上面 有些很多车子都有 现在都有这个传感器 这个是流量传感器 然后我们现在这台车子 会换起来比较方便啊 这种卡扣式的 没有可能特别喜欢这种卡扣式的 不需要其他的工具 然后包括我自己那台这个也是卡扣式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只要把这个卡扣式的掰起来 这个是稍微提出来就看见了 这个就是空气滤行了 大家可以看到 喵哥这个车子的这个空气滤行 在底部是属于这个进气 顶部就是属于出气 这个空气滤行的本来是一个白色的 时间长了呢 他慢慢慢慢就因为脏东西多了 就变成黑色的了 不同的车子空气滤行的形状不一样 然后我们看到这是花罐这台车子的空气滤行 它是这种做了很多这种褶皱状的 更加它的这个吸附面积用的 这一个也是嘛 用的马勒的第一次用这个品牌啊 拆出来看一下 那些感觉怎么样 因为以前确实没用过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新的滤行跟这个旧的滤行 这个明显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旧滤行很脏了 有些朋友呢可能把滤行拿出来吹一吹 说实话 现在这种吸附式的滤行啊 里面它东西都吸附到里面去了 其实吹是吹不干净的 而且空气滤行的话也不是特别贵 现在喵哥买的这个也就是不到40块钱吧 所以喵哥个人建议啊 如果你到了1万公里了 尽管看上去可能比较干净 但是其实里面已经吸附了很多脏东西了 不要去省这点小钱 可以把它换一换了 因为作为我们家用车呢 一年换两个就足够了就80块钱 而且如果这个东西透出来了 它会把这些脏东西吸到发动机里面去参与燃烧 然后会对你的这个发动机的气干壁什么的 都会造成这个刮伤或者损伤 其实因为省这个40块钱 而造成这个发动机的内部损伤 其实是非常不划算的 所以说那种老是吹吹循环用的办法 喵哥个人不是特别推荐 1万公里建议大家还是要换一换了 如果你不确定公里数的话 就像这样猜出来看一下就是最好了 也可以看到这个对比啊 然后这个这个是很脏了 我估计时间也很长了 可以看到我这个手上一摸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现在我们把它放进去 这个放进去呢它也分正反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正面 也就是这个出气面 这是背面 这是进气面 大家可以看到一边厚一边薄 所以说你要把这个装反呢 它是装不进去的 好了大家看到这个滤行盒的这个底部啊 然后这个看到里面那个排泄孔 它有这个有轻微的渗水的话 它是可以从那个排泄孔排出去的 然后由于这个滤行盒里面有很多这种小的沙子啊 然后我为了这个缓止它继续吸到里面去 我把它这个处理一下 用吸尘器吸一下 呃吸尘器呢还是挺管用的 作为这个平时游戏家里面小孩子的 带到车上 大家看到我们用这个吸尘器把它吸掉 好了我们把里面的沙子吸干净之后 然后再把滤行放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滤行车的设计的时候 你看它的这个脚的弧度这个比较大 然后这个脚的这个弧度呢它比较小 所以的话你要是这个装错了也装不进来啊 我们装好之后把它卡到位 卡到位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卡住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空气滤行就把它换完了 换空气滤行呢其实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 然后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看一看自己动动手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喵哥简单对你有帮助 把喵哥点个赞给个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